老师发现有点草率 这个五一的时候来这个景区 就变成你要提早一公里的三路前下车 然后你得走一公里 你才能够才能够到林影师 按照我这个半残的腿 我真的是草率了 没关系,为了大家我继续爬 好,大家老师已经到了这个林影师门口了 带大家去上西天啊 后面是西天至此 老师要替各位去上西天了 我们进去了吧 我们到林影师门口了 老师现在就要吹着五一的人吵 我们要进去了 这个佛家一样,开一个很烂的玩笑 佛家讲元不讲元 不讲钱,佛家讲元不讲钱 那进来先抽48元,还买保险 之前跟老师跟各位说过 这个后面是理工之塔 拜理工课都要来 都要来这边朝拜一下 好乱说的,不要相信 那这个东西是宝塔 这个叫做浮屠 救了一命升到七级浮屠 那为什么救了一命升到七级浮屠呢? 别跟你讲答案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别整这些没用的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人活着的时候最重要 你不要去搞一些形象的东西 然后就说这个是修行 没有喔,修行啊 所以让自己更好,也让别人更好 才叫修行 所以救人一命啊 远比你那些盖一些浮屠塔 或是什么宝塔 圣庙啊,佛像还来得重要 这样各位记住了吗? 后面就是人山人海的五一假期的人容 老师真的丑帅了 那这一次老师我们就只是帮各位去祈福 这次老师就不去上山了 应该不会吧,我等一下考虑看看 因为我搅实来就不行了 好,那我们就进去领椅室吧 我们继续进来景区 一样,佛家奖 奖元不奖钱 进门先搅三十元 再搅 外面搅四十八元 进来再搅三十元 你看,多么直接啊 对不对? 就是进来就是付钱就对了 这远比在里面搞花花厂子来得好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觉得呢? 基本上三十块也没关系 因为他进来你就要 他就给你三炷箱 那等于相对一炷箱是十元 嘿嘿,对不对? 我们不讲钱,讲元 呵呵呵 其实这样是好事啦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很多地方啊 其实都是开放免费记录 但是人那么多啊 你看他一天进来了 大概几万人啊 他要维护费吧 对不对? 他里面不卖你高昂的饮食 也没有是说你一定要买什么东西 是不是? 那就进来 那你收了钱,他们就可以让佛像上金身 呵呵呵呵 可以让佛像上金身 对不对? 你看以前看过进宫传就知道 那个进宫大师兄 如果当时他进寺院都要收钱的话 他就不会请进宫师父去化缘了 对不对? 大殿直接给你一直修 一直修,一直修 你看 他一天在五一长假 我看每一天啊 加这个景区啊 至少都可以收一百万人民币 我说至少喔 找其他的饮食还不算 至少可以收一百万人民币 对不对? 因为你进来,林以四还要三十块 外面的话就四十五块 是不是一个人喔? 我讲的是一个人喔 我不是说这是团体票喔 我是个人票进来 所以说 这个风水蛮有意思的 好不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老师啊,今天来帮大家来做祈福啊 是有准备好书文 我们书文都是正式的书文 那已经帮各位准备好了 那就是说啊 这个因为 我们大殿里面啊 还有寂光菩萨的宝殿里面 他是不能够我们去录影的 所以说啊 进去之后啊 我只能请各位一起看一下 然后呢 但是呢,过程之中啊 第一个也没能帮老师拿摄影机啊 那所以说呢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就是说 礼拜过程之后 可能没办法给 录影给大家存证 好吗? 这里跟各位说一下 反正我能到这边 我也不办了 好吗? 那这我们现在在大雄宝殿 那这个因为我们不能进去摄影 在这边给大家我们来 礼拜一下 那老师啊 现在要进去为各位 去送祠的一个书文 然后还有各位的名录啊 然后可能会花多点时间 因为今天人参加了很多 对啊 老师因为不能再进去摄影了 老师在第二次去 给各位去祈福了 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我们的 巨工禅师那边 然后每座一样的一个礼拜 那这个到我们到了这个 关心不炸千房店了 我来礼拜一下 后面科的啊 都是这个百姓万一火 我来礼拜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到了钥匙殿 老师也会进去给各位 去做个礼拜 啊 这边就我们要把 里面没法摄影 要给各位检量 老师在店外啊 那大家来去礼拜 我们的钥匙图来 他左边是日光片照 右边是月光片照 然后就是钥匙图来的两大户房神 不好意思啊 啊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在器工店里面 因为在这个店内啊 他是没有办法是说 可以摄影 那所以是说 我们在店外啊 在店外啊 从这个门缝一个角落啊 门缝一个角落啊 我应该想办法能够看到 这礼拜 因为他把他挡住了 所以说 各位啊 在这边我们这边 来向我们的 激功佛佛 激功菩萨 我们来做礼敬 那么老师现在要进去啊 给各位去送念书文啊 送念书文跟明露 然后把大家来去 这样我们的激功禅师啊 激功菩萨来去做祈福啊 需要多一点时间 哈哈哈 那老师也为各位送完这个书文跟我们的明露了 啊 里面灯光昏寒 出来老师眼睛 真的是两眼朦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祈福活动啊 到这边我们已经把它各位圆满了 那希望各位啊 都能够收到我们诸天善神的护持 能够身体健康 能够事业顺利 能够财云广别 能够呢一帆丰盛 度过我们的假成年 年年都幸福 日日都康健 我是陈老师 我们回台湾见